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回来的吧 这样不行 太危险了 我不同意 你们怎么那么笨呢 我有一个办法 咱们咱们先打开 好 都快点 咱们再打开 很快点 这是什么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不在 莉莉不见了 还给我们留了封遗书 留遗书 上面说什么 她在遗书里说 因为她的原因 才让晓晴沉睡的 所以她心里 特别过意不去 完了还说她要去死 那个死的地方 只有晓晴和莉莉才知道 你没有打电话找她吗 我打了呀 可是没人接啊 不接 那你报警了吗 可是现在不到二十四小时 是不能立案的 晓雪 你看 能不能让晓晴回来 因为他们俩 是那么好的闺蜜 没准晓晴 真能找到莉莉呢 她说什么了 她没答应啊 她说 让我们去一下她家 她也没说答应 也没说不答应 这什么态度啊 你们俩笨啊 让你们俩去她家 这不就是变相答应了吗 我的晓晴终于要回来了 可是去她家 也不一定就代表 晓晴回来了呀 莉莉 你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放心吧 你看啊 这人心啊都是肉掌的 吸血虽然冷酷 可她骨子里还是晓晴啊 对不对 但她也没说 一定会让晓晴回来呀 那她也没说 不让晓晴回来呀 毕竟是吸血嘛 偶尔还是要装装酷的 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俩现在 就拿着我的这个遗书 去找吸血 吸血一看 她那心里的晓晴 肯定会感受到 那她自己就回来了 而且这遗书上的地点 是我跟晓晴的秘密 她肯定会着急来找我的 赶快去啊 快点 快点 好好好 吸做足点啊 等你们信啊 你再算塔楼牌啊 塔楼牌能算出莉莉在哪儿吗 不能 这个是莉莉的遗书 莉莉说了 她要死在 只有晓晴和她知道的地方 所以为了救莉莉一命 您让晓晴回来吧 不用担心 她不会死的 一个真正想死的人 才不会跟别人讲自己想死 更不会写什么遗书 那如果莉莉真的死了呢 这样的话 晓晴会后悔一辈子的 如果你真的想保护晓晴的话 就应该唤醒她 把莉莉找回来 你们都担心莉莉吗 当然了 好 那我就带你们去找她 等我一下 晓晴真的要回来了吗 好 你不想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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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逛街好几次 都差点找不到你 我呀 给你下载了一个APP 这样就能随时 掌握你的行踪了 那我也要下来 把你手机给我 好 莉莉之前为了找晓晴 安装了一个手机APP 用来定位 但她可能不知道 这个APP 这APP就算是她关机了 我一样可以追踪到她 她在电影院 给我一张三点半的吧 您死前还想再看上电影吗 怎么还是吸血啊 我之前可能忘了跟你们说 我的智商是一百三十五 虽然比不上天才 但比普通人的智商要高 所以你们不要再跟我玩 这种小把戏 寻死逆活得真幼稚 你当我想啊 我这不是想让晓晴回来吗 才出此下策的 我认为我之前说的 已经很清楚了 那我就再说一遍 什么时候让晓晴回来 由我来做决定 莉莉 你们上一次说 我跟王后 会毁了晓晴的工作 我觉得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已经决定了 让晓晴辞职 你这算哪门子有道理了 晓晴 你知道这份工作 对于晓晴来说有多重要吗 你知道她有多喜欢 这份工作吗 晓晴在每次考核当中 都是第一名 如果不是真心喜欢 她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而且 我之前本来想带晓晴 一起离开威斯庚滑雪场 但是她跟我说 她跟秦姐做过承诺 所以她不会离开 威斯庚滑雪场 你现在替她子去工作 算不算变相地让她 违背承诺 她真这么说 挺好看的 不要以为这样 我就会让晓晴回来 我带你出来 不是为了让晓晴回来 我只是想带你来逛街 可我毕竟不是晓晴 我知道 但是你的身体没变 还是晓晴的 你是她 她也是你 我会让你让晓晓晌 那 hang人 是 听说 我 做一遍 事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投诉小晴的人越来越多了 再这样下去 吸血真的可以去环游世界了 那怎么能行呢 小晴已经答应了秦姐 要留在学长 我们得帮她保住这份工作 这样 这方面呢 我想办法跟董事长解释 你想什么办法呀 告诉她有多重人格 才变得这么极端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不行 我们必须要想一个办法 彻底把小晴找回来 怎么找回来 我们不是什么办法 都已经用过了吗 找一个对小晴 特别重要的东西 把它吸引过来 那对于女孩子来讲 什么才是特别重要的呢 男朋友 老公和生孩子 这么说的话 那只能我这个男朋友 来求个婚 变成老公了 求婚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太快了吧 我早就已经认定了小晴 所以也就无所谓时间地长短了 你呢 虽然是小晴的男朋友 可现在人家吸血 看好的是红光呀 这到底应该谁来求呢 我想到一个办法 看 我跟小晴 上班下班的必经之处 你想看就有得看 你不想看 也得看得胜地 你的意思是 在广告牌上求婚 对啊 小晴说她有脸盲症 一般的人 她见一两次就不记得了 但是她说 她对东山的笑容 特别有印象 我怎么就不知道 你会笑呢 笑起来挺可爱的 好了 别打岔了 你的意思是 把东山的笑容贴在上面 向小晴求婚 这样小晴就会醒了吗 多好的主意啊 但现在就是差钱 没关系 我来出吧 不够的话 我再跟我爸妈借一点 借 你这威士忌的小老板 等十个八个都没问题 还需要借啊 我从来都不用 我爸妈他们的钱 都是用我自己的 你以为我当个医生 能赚多少 不用那么麻烦了 这个钱我来出好了 对了 小晴不是说 你有间自己的小公司吗 那看来也没赚钱的 不是我自己的 是我爸开的 你们两个都有个好爸爸呀 你爸该不会跟张董一样 都是开滑雪场的吧 我说对了 完全不对 走吧 多好呀 细雪 细雪 我可不可以 搭你车一起回家呀 你看我穿得这么少 真是冻死我了 走吧 谢谢啊 过来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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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好撑啊 除了撑呢 除了撑 就感觉自己睡了好长好长一个觉 是啊 你是睡了三生三世啊 有那么久啊 我怎么完全不知道啊 那不是跟吸血鬼一样啊 没有三生三世 也差不多有一周了吧 那么久啊 晓晴 我跟你说啊 这个多重人格啊 你一定要治 不然的话 你就会像现在一样 总是断片 然后记忆空白 莉莉 晓晴才刚回来 别让他有太大压力 洪光 多重人格 是一种什么病啊 就是一个人 会有两种 或多种以上的独立人格 原人格呢 不知道次人格的存在 但是当次人格占用身体的时候 原人格就会失忆 算了吧 还是我来说吧 晓晴啊 每次双十一之后 我是不是都买一大堆包裹呀 然后我对着包裹哀嚎 我什么时候买的这个东西啊 我怎么完全不记得了 可每次啊 我都是一个人格在做这件事 而你就是真的有另外一个人在做 那不是等于我在身体里住的另一个人啊 你这么说 大体上也差不多吧 不是一个人 你有三个人格 除了晓晴 你还有西雪和王后 她们还都有自己的名字 不光有名字 还有自己的个性和穿衣风格 甚至连声音都不一样 像西雪呢 她就特别会算塔罗牌 王后特别喜欢滑雪 飙车 还有打架 你们确定 我这真的不是夜游症吗 晓晴 我给你看样东西 除了你跟王后 晓晴 还有没有别的人格 目前没有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王后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她喜欢滑雪 喜欢飙车 喜欢速度带给她的快感 这 这是我吗 晓晴 上楼 我再带你看些东西 这些衣服 都是西雪的 这些衣服 都是西雪的 还有这些 加上这些饰品 都是王后的 还有你之前的伤 也是王后跟别人打架弄的 有的我们看见了 可能有的我马上 这些衣服 是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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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像刚才你说的 你觉得你睡了很久 可是这段期间 一直都是王后和西雪 在轮流使用你的身体 听起来好恐怖 好像鬼附身一样 别害怕啊 这个呢 是可以治的 我来说 还是支持疗法 都需要我们大家的配合 我一定会配合的 我跟你说过了今天啊 就说esus 我跟你说过了今天啊 怎么了 你要上天啊 我决定今天晚上 跟丽春求婚 可以啊 风哥 但说实话 我还真是有点担心 你担心什么 配不上他呗 你都把你的全部家当给他了 怎么会配不上他呢 那行吗 你把我的全部家当给我吧 什么呀 你全部家当问我要 对 我之前给你了 什么时候给我了 你忘了我给你张银行卡 那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给丽春了 给丽春了 他没有跟你说吗 没事 反正本来也是要给他的 那里边的钱 就是我的老泡本 放心吧 我觉得呢 丽春说不定帮你存着呢 等什么时候 他真的和你修成正果了 再把这钱给你 存着也好花了也罢 都没关系 只要他开心 他怎么着都行 对 来 什么事啊 算塔落牌那个细雪呢 细雪 他好久没来了 是真的没来 还是你不想告诉我们呀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呀 这不说话呢嘛 说话你就好好说呗 靠那么近干什么 我觉得你这个人吧 我们来就是问问 细雪的消息 不知道 那你知道怎么联系他吗 不知道 走 你怎么还跟他妈有联系啊 没有 上次不是在你面前 已经删了吗 电话 我去接电话啊 变快哥 变昭哥 怎么着 这么快就有消息了 不是 我是想说 咱们投的款项 什么时候分红啊 你也太着急了吧 这比赛还没开始办呢 但是我着急用钱 着急用钱你可以去赚呀 我上哪儿去一下子 赚这么多钱啊 那你想怎么办 我想 如果方便的话 我可不可以 把之前投的钱 都退回来 什么 退回去 那我们这生意还做不做啊 立川 可没这道理 当初可没人兵议投资 现在你要退 对 合同就是合同 哪有说节约就节约它 走 好 众经理啊 上次让你帮我取那个 张董的血液样本 多谢了啊 小意思 善言 您太可笑了 你们那个张董 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们这个董事长啊 做人处事特别低调 我只知道啊 他是从外地来的 两年前呢 带着全家人来到咱们松震 在这边开了这个威斯基滑雪场 你在这工作两年了 就知道这么点信息啊 怪不得我上网什么都没查到 你不知道啊 上一回啊 我们威斯基滑雪场搞了个活动 但他不愿意接受采访 人都说了 只要他给一张照片就行 我这事就跟他汇报了吧 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 董事长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我很狠地臭骂一顿 还特别认真地通知那个张秘书和我 要我们去告诉那个滑雪场所有的员工 对他和他家人所有的信息 一切不能挨择 否则的话就要扫地出门 反正啊 我总觉得这个董事长 对他们家人保护得特别好 他老婆叫什么 我们夫人姓何 叫何强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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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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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吗 都没有人 你不是一直都跟我说 有空的时候 想来这个观景台看雪吗 可是天这么黑 有什么好看的吗 天黑有天黑的看法 没有人才能看到 不一样的雪景呢 怎么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给你变个魔术 你会 东西我都带来了 拿这个 今天风哥给你变个魔术 一会儿呢 你把眼睛闭上 我让你睁开你才睁开 好不好 不许骗我 风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来 把眼睛闭上 我让你睁开你才能睁开啊 嗯 立春 我在这儿呢 立春 吓着我吧 我一定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最最最最最最幸福的女人 这个戒指 还有之前我让东山给你的银行卡 就是我的全部积蓄 也是我娶你的老跑本 什么 她们就像我的心 早就在你手里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哭上了 别哭别哭 好 早知道就多穿两件衣服了 你真小子 求婚成功了也不告诉我 风哥这回算是真的上天了 我该怎么向小琴求婚呢 没想到这么久了 她还在这儿 对啊 而且 现在是白天 所以也不用灯光师 白天看是另外一种感觉啊 真的好美啊 这个 这边痴心 命中足夷 为你守移 没遗憾 没遗憾 最美爱情 就在这飘雪淡静 因为你 这是要干吗呀 你看啊 啊 这一转 你我的步伐 风从不相差 就是最美情话 与你邂逅 温暖这一刻 就 就此停留 用尽我所有温柔 雪飘散 雪飘散 人孤单 孤单 念变痴心 明中注定 为你守移 没遗憾 没遗憾 最美爱情 正在这飘雪淡静 正在这飘雪淡静 因为你 因为你 往事都如烟 我不曾走远 想从前说去 想从前说去 再也不见 从今以后 那就是我生命 却不理由 你 愿意嫁给我吗 为你快哭是吗 雪飘散 人孤单 念变痴心 明中注定 为你相遇 没遗憾 没遗憾 最美爱情 就在这飘雪淡静 这样惊喜度是够了 但是浪漫度不够 不行 我还是得想别的办法